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邱是要跟大家谈谈 最近有个新闻报道说 知名的买菜网农药残留超标36倍 看了以后,真的让人家稍微惊悚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疫情从5月中开始 大家就躲在家里不太敢出去 很多大卖场可能都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上网买菜 上网买菜以后 就会在买菜网这边买一买以后 他就宅配到家里来 好,结果没想到呢 消保单位就针对他们买菜网的蔬菜家里检验 结果发现有超过三成的蔬菜不合格 甚至有的蔬菜残留农药潮标达到36倍 好,那大家看了一定会觉得说 哇塞,怎么又让我们遇到了 那事实上呢 如果你关心食安问题 你一定知道说 其实食安问题不是只有现在才有 每年几乎都会出现一两个食安问题 从最早的2011年开始 我们出现那个塑化剂的问题之后 我这里有一些什么有机金针菇 检验出残留的杀虫剂 塑化剂让这个两岁的女娃娃呢 居然产生月经 还有有人吃草药 调理身体 居然吃到肝炎坏死 有人喝酒居然在酒当中也出现重金属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台湾怎么食安问题这么多 其实呢 食安问题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各个国家大概都有 举例来说 中国进口到台湾的这个大闸蟹呢 经常被验出代澳新超标 这个常常有这样的报道 那么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有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巴西 都有 举例来说 巴西的蘑菇呢 重金属超标 那么日本 煎饼居然含糖金 被下架 再来呢 就是韩国的美妆产品 居然含重金属 美国的酪梨呢 韩葛超标 还有呢 加拿大的生菜呢 还有大肠杆菌 这些都不是我讲的 都是新闻报道的 历历在目 绝对不是 这个 网路谣言 那既然环境当中 有这么多毒 我们不用等到 毒累积到出现疾病的 再赶快找医生来治疗 那个都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我们正统医学里面 讲的毒素 并不像自然医学 或另类医学 所讲的那种毒素 我们正统医学讲的毒 是指真正的动物毒 植物毒 或者是细菌毒 动物毒是指什么毒 比如说你被蛇咬到了 那个是蛇毒嘛 对不对 你被毒蝎 把你夹伤了 你毒素 进到你的体内 还有呢 你碰到那个毒蛙 全身起反应 这个就是动物毒 那植物毒也有很多 对不对 姑婆欲误吃了 你产生中毒症状 或者是什么 夹竹桃 那么小孩子不小心 接触到皮肤整个起疹子 还有细菌毒 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肉毒杆菌素 那肉杆菌素呢 虽然以前是 很可怕的一个毒素 但现在反而 把它稀释以后 可以加以运用 变成一个医学美容的盛品 至于啊 这个自然医学 跟这个另类医学 他们讲的毒素 大概都不是讲这些毒了 他们讲的是 比较接近像环境毒 举例来说 像一些农药杀虫剂啊 重金属啊 塑化剂双分A啊 或者环境荷尔蒙 之类的 像其他的化合物 或者是像污染物 这些东西 好 我们如果得了病 重金属中毒的病 当然要赶快 找医生来治疗 可是今天要讲的是说 亚健康的这些毒素啊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是不是尽量避免 它进入我们的体内 那么进入体内 有没有办法呢 尽快排除 毒物进入体内 有哪三个途径呢 第一个 就是皮肤的接触 第二个 就是从嘴巴吃进来 肠胃吸收 第三个 就是从呼吸道进来 从肺部进入体内 那么毒素离开身体 有几个途径呢 毒素离开身体 有四个途径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流汗 可以把一些毒素 从汗里面排除掉 皮肤排除 第二个 就是从泌尿道 从我们尿尿当中 把它排除掉 第三个 就是从呼吸道 我们呼吸急促 加快 然后把一些气体 从呼吸道当中 把它排除 第四个途径呢 就是从大便当中 粪便把它排除 所以大家听到这里 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你看 我们要排除毒素 就有四个途径 其中 让流汗加快 让呼吸加快 让尿尿 排除多 是不是跟运动有关 运动喝水 你就可以啊 多流汗 多尿尿 然后呼吸急促 可以帮助你排除 好 那粪便的排除呢 就是很简单 不要有便秘的问题 让大便当中的毒素 能够不要在体内 待的时间太久 尽快能够从 粪便的途径 把它排出去 如果这些毒素 进到体内 你呢 排除速度慢 进来速度快 那没有办法 它就会累积在体内 累积在什么地方 要看毒素的特性 脂溶性的毒素 跟水溶性的毒素呢 累积在体内 是不一样的地方 举例来说 脂溶性的毒素呢 会累积在我们的脂肪 肝脏 骨髓 还有脑部 跟神经组织 如果是水溶性的毒素 会累积在哪里 可是在血液当中 组织当中 关节当中 肌肉当中 它就会累积在这些 比较水分多的地方 所以今天 就是给大家报告的 就是说 我们的环境当中 到处都充满了毒素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不呼吸 你不可能不吃东西 你不可能不用一些 接触皮肤的物品 进来 如果不能避免 那你就要增加它的排除 所以增加排除 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排除的路径有四个 是不是就是要多运动 多喝水 然后不要有便秘的问题 我们要让身体 能够尽快排除 我给大家累积成 两句顺口六 第一句就是 少糖少油少加工 运动喝水放轻松 第二句就是 少量多样常变化 食安问题无牵挂 什么意思呢 少糖少油少加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吃的东西 尽量不要有加工制品 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油脂 不要有太多的糖分 这个大家会懂 对不对 好运动喝水放轻松 要经常运动 然后补充水分 然后心情放轻松 我常讲说 食安问题这么多 这个也不敢吃 那个也不敢碰 结果到最后呢 你不是被毒死的 你是被忧郁症害死的 第二句呢 少量多样常变化 食安问题无牵挂 就是说 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都是怎么样 少量就好 潜尝即止 不要长期大量 吃同样的物品 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万一后来报道说 这个物品呢 含有很多食安问题 那完了 你已经吃进一大堆东西了 所以少量多样 然后呢 经常有所变化 那这样的话 就比较不用担心了 这些有问题的食品 对我们身体造成损害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最有科学根据的排毒方法 大家不要相信说 吃什么东西可以排毒 通常啊 会告诉你 买什么健康食品 买什么东西来排毒的 大概都是生意手法 其实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买的东西里面 没有经过加工制造 没有带来更多的毒素 更多的一些重金属 或者一些加工的化学物品呢 真正要能够排毒 是要拥有健康的肝脏跟肾脏 然后呢 加上运动 加上喝水 然后呢 心情方简松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可以获取最新的讯息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这个消费单位 消机 消宝单位呢 就针对他们 买菜网的蔬菜家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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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